赵丽颖主演电视剧播放量破2000亿 是首位达成主演电视剧网播量破2000亿的演员 七年龙套 其而展露头角 陆真小火 赵丽颖走到现在 一步步一步步 都是她该得的 赵姐播放量内于第一人 说剧优秀实在不为过 她很清醒地规划自己想走的路线 很多时候看了银宝的剧会忽略她的美貌 她真的是实力与颜值兼备 且一直努力着 赵丽颖是第一个超话阅读量破1000亿的女演员 第一个电视剧播放量破1000亿的演员 第一个主演电视剧播放量破1000亿的演员 第一个主演电视剧播放量破2000亿的演员 唯一一位微绑三年连贯的演员 第一个单条博文转发破亿的女演员 第一个Dive播放量破500亿的女演员 第一个KS播放量破百亿的女演员 赵丽颖还是爱奇艺视频播放指数第一名的演员 TX视频主演电视剧播放第一名也是赵丽颖 TX视频都给粉丝数第一个破千万的女演员人 赵丽颖也是QQ部落粉丝数最多的艺人 赵姐这数据真的全方位突破 目前赵丽颖有七部电视破百亿 这七部电影分别是珊珊来了 花千古老九门青云志 楚桥传 你和我的清晨时光 知否知否应是绿飞红瘦 下面让我们来盘点其中这七部剧 珊珊来了 霸道总裁 爱上我类型题材 讲述的依旧是总裁和助理的常规故事 不过 赵丽颖饰演的珊珊 可爱善良清纯 看着剧中的珊珊 谁不想揉揉那张乖乖的小脸 谁不会被软萌甜妹萌化 花千古一经播出 从此掀起仙侠剧热潮开端 这部虐恋剧 真的就是赵丽颖的成名代表作 这部剧有多火 再偶先来了 哪怕是在草原上 小姑也是大家都认识的 老九门赵丽颖 饰演新月饭店大小姐 修有诚服的同时 又可以活泼可爱 为惊所动 敢爱敢恨 敢于大胆追求 电视剧里的新月的经典台词 你们好 我是尹新月 我还是 是她未过门 清云之中 赵丽颖饰演必要 对该角色的描绘是外形乖巧 不失柔媚 高傲中坚决纯上温柔 可以说赵丽颖的形象 却是很符合该描述了 楚乔传写出 从逆境处如何向上挣扎 被权势压迫下的底层人物的悲惨生活 也写出了权势的勾心斗角 赵丽颖饰演的婢女 不卑不亢 可却也经历了如同蝼蚁的卑微 女主的崛起人生还未开启 但该剧已完结 不少网友感慨 宇文月什么时候才能被捞起来 你和我的清晨时光 女主男主 可谓是强强联手 剧情也甜得绵雅 妄想有甜甜恋爱的伙伴们 这不现成的素材就有了 没有狗血感情纠葛 只有一心想搞事业的男女主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真的要吹爆这场戏好吗 无论是浮化到还是拍摄环境 都很切合实际 拿打光来说 该剧可全是蜡烛照明 光影跳动 历史中的画面便呈现在眼前 而赵丽颖饰演的庶女 以一种全新的视角 表现出那时代上层人士的生活 以及世人对女子的苛刻要求 除了这些破百一句 还有其他剧 周培永逸 红灵可爱 琴儿回心 陆真立志 这些剧中角色精彩无尽 万般魅力赞美好 执着于梦想追求 真诚于生活真谛艺术展现 秉持热爱 致力梦想 精彩无限 赵丽颖网播一级绝尘 可以看出赵丽颖的演技实力 适用新演艺作品呈现给观众 她值得这样的成绩 同时 大家也期待更多好作品 一起共同见证 越来越优秀的赵丽颖 从早期的陆珍 花千古 楚桥传 盛明兰 还有喜爱的珊珊碧遥 一步一个脚印 用作品角色说话 也让我们更期待 现代剧新剧 幸福到万家和幸福 野蛮生长雪半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